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超评述 今天是大年初一 来到了没有猪的猪年 没有历春的猪年 因为过节嘛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了一期提前拍摄的石超评述 那昨天是大年三十 按照咱们说的期的定数呢 可能发生了什么 但节目提前做 所以大家就从那样发生的故事中品味着今天的节目 过去15年美国沉睡 中共崛起 情报能力令人惊叹 最好的办法揭露他们 起诉华为具有重大的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嘲讽 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感从何而来 希望美国兵器零和义零思维 来看到 来看大国关系 这话谁说的 打击 我们这么漂亮的女人 如此对人充满了爱意 小样吗 你非说我狐狸 你们家狐狸长什么样 一样 华为在遭受打击时也这么说的 任正非说 你不买我你找谁去 我就是太好了 我就是太好了 你找别人找不着我这样的 那老头子是说这话 所以我说那华为的唯一的一个办法 展现自己的统体 去诱惑所有缺少抵抗力的傻小的们 这就是他真正真正的做法 杨建立违反主流价值的力量开始渗透 全世界当然要抵制 华为是个重要的案子 中共对世界渗透威胁 是个私营公司 有其商业行为 他还把它定成私营公司 制造商 渗透商 但它的某种功能上是间谍机构 最怕被揭开 是现代的兵工厂 这个词是这么回事 据知情的朋友跟我说 它实际是中共现代军事指挥官的训练学校 很多军事指挥官都要到华为去做技术培训 那是有可能 习近平考虑部分关闭国门 这是由华为遭到打击而产生的 保住个人的权力稳定 保住中共的红色江山 他说这是他最主要的 两点 个人权力的稳定 红色江山的稳定 这是表象 真正的背后是中共的生命属性 生命属性 生命属性跟正的就是 怎么说呢 他的表现上是一种自我利益的一种保护 应该这么讲 他的表现上一定是自我利益的保护 所有恶的生命 正的生命 他一定表现在是生命道德与品质的坚守 生命道德与品质的坚守 那个小徒弟来到了石阙镇 他直接进镇里去打 他的概念 师父让我来 我就听师父 我就听师父 那进了镇就死了 可是他的魂魄成功了 他的魂魄成功了 江子牙再有名 在生命记忆界上 根本无法跟那些死去的 他的师兄弟相比 他老想从师父那找到帮助 是不是应该 是应该 去了 说师父我打不过他们 师父没理他 把封身榜给他 抱着榜出来 我现在还过不去 你师父给我这么一个东西 心里一叨叨 将袁世天宗给叫回去 回来 我跟你说 一会儿谁 谁叫你也别回头 不能理他们 走吧 嗨 说这么一句话 他江子牙自己 我现在过不去 跟我说这什么意思 神公报叫他 你就是那个东西 你就是那个 你就是那个东西 你就这个水平 你的师父多大的本事 最终的决定取决于你自己 取决于你这个生命的境界 神公报一叫他 他自己一颠固 自己一算计 就把自己算计死了 他就没机会了 他没机会是什么 就是验证了 验证了他的师父 原始天尊的话 你修不成了 你修不成 看起来是师父说的 实际是你命里注定 实际是你命里注定 可是你看到宗教里头 个个都想上天堂 其实太多的人是贪婪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里讲了一大堆都是这种话 而在我眼睛里 他确实在一个时辰中 在一个时间点上 人们去 所有的人在这种具体事情上 看到共产党邪恶的生命品质 同样他是改变不了的 你不要期待魔鬼去变成神仙 只有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改变人的行为 使着自己的灵魂魄 能够归到正路上 风神演义里面有这个 是有这个 但他有界限的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探讨人呢 就一定是利益上的得势 利益上的得势 在中国问题上的觉醒必须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层面 那人家就说到这个问题了 对吧 作为政治学者 新闻学者 一些政客 他只能谈到意识形态 对不对 绝对对 但他的局限性 就是局限在人的道理上 他说冲突的本身 是一个根本的价值的冲突 我觉得这话对的 美国没法在一个长远的一致的 比较正确的对华政策上 两回事 根本的生命价值 人有没有魂魄 人有没有人性 人有没有道德 对道德的坚守 而共产党说 人是猴变 人只有利益活在当今 所以活着干死了算 这是根本的价值 第二 全面限制中国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在技术间谍场面 现在用司法起诉的办法非常好 两回事 人中是表象 生命的决定 最终的决定是天意 人中是表象 是个故事 生命的决定是天意 是天意 狐狸多厉害 那人中的表象 那老爷们干不了他 杀不了他 那风尘演绎最后是那样 那为什么江子牙 为什么这个 阿朗神自己不去杀去 那奸展官 那个士兵杀不了 我杀不就完了 陈归德 最大的不安全管 来自于中共政权 强烈的不安全管 从何而来 是中国的咄咄逼人 占上风 但完全置若网闻 在任何谈判 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 在人的层面 对吧 就连二郎神 看见达基的时候 二郎神都说 人弄不了他 所以人 见了狐狸 见了妖 绝对是害怕 他受不了 不是他想不想受 他根本受不了 共产党是魔鬼式的红龙类 在西方的社会中 叫红龙类 人弄不了他 那当然就害怕了 但有神在背后 作为正的概念的话 就没问题 其实是这个 表象是表象 新冷战开始 世界的灰色地区开始站队 冷战的概念 就是意识形态的概念 在人的层面 其实是生命认识的概念 在这里面 俄罗斯跟伊朗 俄罗斯主要是 俄罗斯呢 其实你会看到 它是单纯人的层面 而伊朗 有着另外生命的概念 它有宗教 有另外生命的概念 而中国 中共跟朝鲜 是单纯的 真正的 共产党邪恶的 那种生灵 而才出现 现在的说法 所以 他说站队的意思 就很简单 你选择利益 就会跟中共在一起 它是最大的利益 那如果你选择 真正的人的尊严 你一定会拒绝它 让中国是透明 这是最主要的 让中国透明 你放心它不会透明 只要共产党在 就不会透明 共产党没了 它自然就透明 共产党没了 它自然就透明 有达基 有那只狐狸在 它一定用女人的身体 去诱惑 这只狐狸走了 如果没了 剩下达基也就死了 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人 一个正常的人 一个女孩子 她只剩下自己人的尊严 女人的端庄 女人的贤惠 女人的那一份被人们看到的敬仰 而不是诱惑 这是生命中的内在的区别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